我们接着来关注第二三轮剩下的四场比赛的赛前情况 那么这场比赛呢 青岛海牛对于深圳新蒙城 这场比赛呢 我非常看好的是客场作战的深圳新蒙城 即使拜克拉姆四皇亭赛 我一直这样看了他 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啊 他这个五百元前中后可以同时出战 对于球地的这种激战术啊 这种配合方面 其实这几轮已经越来越有形容了 再加上啊 这个戴伟俊我觉得状态也不错 所以说深圳这个球队呢 当面对对手呢 要和他打对攻的时候 实力呢又不是特别强 我觉得他的这个传球的成功率 包括这个突破的这个成功率明显就提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场比赛呢 我相对看好深圳新蒙城就在这 因为啊这个你看他前场这个大小迪亚哥 作用不同特点不同 那么这个大迪亚哥呢 能够在中间站住左右侧应 小迪亚哥呢 他这个安德拉德啊 他能够突破 而且呢能够这个迂回 关键 埃杜加西亚在前面啊 他这个强点的意识还很强烈 中间啊卡尔塞夫的调度 加上前面啊这个你看朱宝杰和这个呃 戴伟俊的这种接应 球队前场啊这个基础性的球员比较多 就需要打的减练快速 这个可能是这段时间塔托一直强调球队的 逐渐在改善的一点 就是大家脚下更利索 那么传球跑动更多一些 而不是呢带球突破更多一些 适当的啊这个安德拉德用个人的技术啊 突破一下改变一下节奏 但整体需要快速的传接打起来 再一个呢就是后场这块 两个边路队员 不管是张卫 还是这个李志 然后相信助攻意识都很强 那么这是啊 中场的这种对对方反击的第一点的这种拦截 一直是球队现在啊 这个需要强化的 但是呢做的一直也不好 那么当人家这个长传打出来的时候 后方面对的压力就比较大 所以说那个后备事后 缺乏保护啊 这一直是个问题 几场比赛在这个地方也丢了球 所以这个整个深圳的向前突进的时候 这个中场球员 尤其这些技术性球员 很多时候啊 他这个在防守当中 相增性的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更多一些 但现在需要他们做的是什么 从前场的最前面的埃兔加西亚 一直到中场的这些卡尔采夫 所有队员都需要面对对方的时候 快速的而且有力度的上抢 而且大家要集体的动起来 这个高位的整体逼抢 才能够延缓对方的反击 这样你前场对了这么多的进攻的这种优势兵力 转化防守的时候 整个这个战略部队 从攻转手的时候 大家也会有层次 那么面对这个青岛海牛呢 在竹上作战 海牛这个球队前上进攻的队员 其实并不少 而且呢 海牛队啊 这个这段时间 能够在保级上面 占据一个相对不错的一种身份 也是因为这段时间进攻当中打开了 这些外员呢 都纷纷能够进球 博阿基耶 这个康瓜 尤其这个萨里奇的这种左右调度啊 现在打的是比较开 相对来说就迭哥啊 这个洛贝斯呢 现在有点这个看不着人啊 所以说这场比赛呢 这个竹上作战的青岛海牛 还会主动的向前攻 这个恰恰 我觉得是深圳比较喜欢的 我看好深圳这场比赛啊 客场 能够全身而退啊 另外的一场比赛 大家是 我觉得整个八月份 其实半年啊 自打上一场特别战之后 大家都期待着 深圳与这个海港的这场特别战 两队的这个用人策略当中 之前我们也说过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深圳队 右后位位置上到底怎么去用 是吧 那么右后位置上如果用徐浩阳 那么球队整个的这种前场 我觉得非常难多 就可能在他身前 用他俩在交叉换位 是吧 在右路呢 打活这一边 而这边打活了 其实也压住了这个海港队啊 这个左边这一边 左边这边活跃最多的是谁啊 李帅和奥斯卡他们啊 是吧 把他这边整个压住 就是用火力压住火力 而中场这块呢 其实深圳的这个防守 一直是做得不错 而且如果无锡在中路 跟这个 这个阿玛杜啊 来搭档的话 对于中场的拦截这块 还是好一些 尤其我觉得你要缠住对方 这个奥斯卡他们这个中路 奥斯卡啊 不会在中路啊 一直待着的 他呢习惯性的是 左路中路啊 来回迂回 去接应 所以说巴尔加斯的突破 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这个时候就是船接球当中 拦截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那么深花方面呢 这个右边啊 这个琢磨的 大家都在琢磨多一些 但他左边谁呢 我觉得陈锦一呢 也是一个攻强 守弱的一个队员 那么他如果打的话 身后这个位置上谁去补 难道还靠无锡他们去补吗 是不是 可能更多的 就是要出身前啊 出来啊 去补这个边路的位置 那么中间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很有可能 让五里啊 去抓边路和中间 这个另一部位置 往来打 而且这几轮比赛 海港在这个 另一部位置 做文章 做的比较多 你包括齐塔提尼 和巴尔加斯 他们的连续 做配合 也是在另一部位置上 采取了这种直塞 再一个就是这个 倒散者回坐 也往这个点去坐 所以说进攻火力啊 这个更猛的海港队 同时呢 也是善于啊 多点进攻 那么立体进攻 这场比赛呢 也是对于这个 神华队的整个的 这个中后场防守 极大的考验 最关键 我觉得就是骨子塔卧 这个点啊 能不能把对方啊 这个后方线 给他压住 压住他后方线 两个边就很容易打开 后方跟进的队员 也容易形成二点进攻 同时呢 像这个马来来 安利路易斯 能不能拿出最好的状态 包括菲尔兰多 他们集体去冲击一下 这个蒋光泰和卫阵 因为啊 海港队这个防线 整个这么长时间来看呢 就是接受的考验 还是比较少 球队呢 多数的丢球 也是因为啊 整体上攻比较强 而且呢 攻的人也比较多 后防空虚 这个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这个可能 我就有点这个 防守啊 这个大意了 丢的球 那么这场比赛 你和伊莱就不能大意了 所以中场这块 齐塔迪尼和卫萨的拦截 包括这个整个球队的前场 就地反抢 一定是会做的 比之前要力度更大 那么魏震和蒋光泰 身后这点 马来来如果插上去的话 他们怎么去防 所以说 之前你看到的 蒋光泰和魏震 就是防守当中 一脚出球 不管是往别路踢 还是往前解位 就是干部六岁的 先把球踢出去 而不是说够多的年球 一年球 神花的时候 中传场队员 如果一块扑上来 还真够你受 所以两个球队呢 在这个制约反制约当中 我倒看看两个球队 主要点的智慧 有没有更多的 这种更深的层次的改变 期待的这一场比赛呢 是一场精彩的对决 也是一场明军 那么两个球队呢 奉前出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比什么都重要 毕竟啊 我不希望两个球队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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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绕挪拔的 这个场上弄得火刺冷的 这场比赛呢 因为在神花的主场 神花的球迷 一定 我觉得会很多 是超过这个赛季 以往的各场次 而且你想 票无向全社会开放的情况下 海港的球迷也不能少了 这场比赛可能得有五六万人 是不是会形成整个现场 这个神花球迷 这个小四万 海港球迷两万多 哎呦 这个可就好看了 那现场就热闹了 我希望啊 这个海港也好 神花球迷也好 并息闲闲啊 不像别像以前闹的 双方这个闹的 这个这个都大大出手的 大家展现自己的这种活力 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 让整个这场比赛的现场 就是烘托出最好的这种 上海足球文化的这种气氛来 这是最关键 我相信上海的每个球迷 也希望这样 不是说你死我活的 场上可以分出胜负 但场下我觉得 所有的球迷都要享受一场 高水平的比赛 那么这一轮比赛呢 另外一场就是 梅州客家对长春亚太 这场比赛呢 梅州啊 主场是个保级观念战 因为长春这场比赛呢 又是一个核心人物不能打 这个组一的停赛 对球队来说这个影响比较大 前场进攻当中 组一的前后串联 至关重要 而且呢 这个他的串联 会让前场的进攻 一下子就会 这个打破对方的防线 如果他不在的话 这场比赛呢 你看啊 他这个前场 贝里奇和这个谭龙 这个拿球当中 就需要回接的更多一些 所以反击的效率上面 我觉得会差不少 需要赛尔教啊 在中间呢 更多的调度 也需要像汪靖贤 像张宇峰他们啊 能够更快的跟进 球队整体的策略当中 可能打的不会那么快 那么简练 那关键呢 需要有更多人跑动起来 把球接应起来 上一场比赛啊 长春的主场 我觉得这场比赛 打的也是非常好 这个两个进球啊 也是展现出球队的 很好的这种 这个团队意识 再个呢 就是防守当中 不管是这个谭龙也好 还是这个贝里奇也好 整个防守啊 都压到了底线去防守 这个全队 在这个进攻防守当中 战术性上非常一致 这点还是不错 但是梅州客家 你看保级现在 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主场是他必取的分 所以这场在主场作战 梅州客家 需要做的就是全力以赴 而梅州呢 现在呢 你看啊 这个商店名单当中 我一看他还不错 球队基本上都能够全员出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可以就是跟对方 拼得更凶一些 其实这场啊 保级战拿到三分 梅州客家 应该说 我觉得半只脚就上岸了 所以说 你胜不了 其场比赛的情况下 主场要珍惜 看好啊 梅州客家这场比赛啊 这个在主场 这个打得更为决绝一些 最后的一场比赛 山东泰山 主场对成都中成 这也是本轮的一场教练军 虽然说山东啊 我觉得拿前四啊 这个现在已经没戏了 但是球队呢 我觉得联赛没场比赛 还会全力以赴 还会去认真对待 那同时呢 我觉得他也会啊 好好考虑一下 这个球队如何去面对 下一场的这个足协杯的比赛 而球动融虫 那这场比赛 如果拿下的话 其实就是稳住了啊 自己这个第三的位置 可以啊 全力的像这个足协杯 还有就是联赛第二去冲击 那他的联赛第二冲击这块呢 影响打是要打山东 后面还要打北京 还要打上海生花和上海海港 所以这几场硬仗 也是考验成都中成啊 配不配一个这个亚军的这种身份 那这几场关键战 也是检验这位球队啊 是不是更加成熟 但这场比赛呢 就是第一次考验 那对于成都来说 全员都能够出战的情况下 那这个球队在前场人员配合当中 越来越熟悉那整个战术打法 大家也比较了解 球队的这个中场啊 高位逼抢 而且同时呢 这个反击战术打得非常的娴熟 尤其现在这个中场发动进攻的 不管是干超 还是古尔芬克尔 都能够很好的分担 这个罗姆罗的一些工作 那么罗姆罗在对方这种 吸引防守的情况下 就他能够把球第一时间 这个摘出来 同时呢 这个反击当中啊 他这个长传调度 空间利用上 还是做得非常不错 所以有了周定阳 有了这个胡鹤涛的这种接应 所以说这个成都中的前场 让对方防起来 还是比较困难 经过了这个 亚冠复杂赛的一场 这个考验呢 山东泰山的队员 一定是消耗极大 因为这场比赛啊 这个这种 人盯人的这种战术 而且高位逼抢这种战术 消耗很大 那么足球阶杯的比赛呢 又在后面 紧接着中间这场的联赛 我觉得山东 一定会做大面积的轮换 加上啊 这个克里桑又不能打比赛 球队这场比赛呢 可能更多的依靠 之前的这些替补队员 包括一些年轻球员 但是我觉得球队的 这个精气神还会在的 但怎么讲吧 这个球队呢 他因为这个大量的人员轮换 那么替补这些队员 整体的这种能力上面 肯定是要差一些 还有的经验不足 再一个呢 就是战术目击度也差一些 那么前场进攻当中 我觉得缺少了克里桑 这个卡扎耶士卫利呢 会被对方重点盯防 所以说这个高位逼抢的情况下 山泰山 这个雪藏更多的人 轮换更多的队员 去准备河南的足协杯 也是情理之重 成都啊 后续的比赛是客场 打完这场比赛 直接就去 那个打这个南京城市 所以说呢 下场比赛呢 你像足协杯 这个在联赛当中停赛的 文士豪 是可以出场 是吧 而且球队呢 下场比赛又是 三百元出战的情况下 怎么去排兵不振 怎么去调整 我觉得徐仲元 一定会有所考虑 所以说 打完了这场比赛 有的队员 那就可以有一个月的 这种休息时间 那么打山东这场比赛 那就需要全力以赴 而且还要抱一箭之仇 当时主场 打山东泰山 人家是全替补 阵容出战 竟然一比零 给他赢了 是吧 那场比赛 我估计徐仲元 也是记忆犹新 廖林生 上半场突然间的 一个前叉 打一个进脚 竟然就在一个进球 拿下了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 山泰山 是不是还会遇到 上次那种局面 局面确实比较像 会不会还是那种 战术打法 需要徐仲元 更好的考虑 我觉得现在的成都 龙城 这种逼强和反击战术 再个就是战术 转换的这种 高效程度 已经比那时候 好很多了 所以我看好成都龙城 这场比赛 会给大家奉献一场 这个高水平的 这个战术转换战 好吧 这个第二三轮的 八场比赛 然后四轮比赛的 这个前段情况 就这样 和大家分享这些 我看好成都龙城 我看好成都龙城